就是说你现在 你要想谈恋爱 你肯定能找出那个 你更喜欢的 感觉正好合适 咱要在一块 要觉得咱俩不合适 不合适 不合适 他追着你呢 就对你好 使劲对你好 那你都已经不合适 您这就别追着 使劲对我好 干嘛呀 我花钱请个宝普 行不行 您老对我好 对 爱情跟这东西 和付出它不完全挂钩 有的时候 这词虽然不好听 有时候就是 说 就人嘛 人都比较贱 就别人玩命对你也好 就反而觉得 觉得他不重要了 并不是说 对你爱搭不理的 然后就一定有吸引力 是 我也没说那么完全 举例子 仅仅是一个例子 有的人是这样的 嗯 都是两个人 一定要都是对等的呀 就是我喜欢你 但是我同样能感受到 你也很喜欢我 因为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 对吧 我们最终要选择一个谁 对 那同样如果有两个纠结 你可以分别把他们两个 带到你朋友的面前 大家一起相处 看看哪个 他能把你的朋友 都照顾得很好 那为啥不是你朋友 把我照顾得很好呢 当然了就是 这是一个相互的 就是首先今天 我朋友对你很好 然后你还是装高了 还是小公主 还是说就是 如果你在意我就同等 会在意我在意的人 那这个就是更加分的 对吧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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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